而花蓮市长选举是出现了三角都的艰困局面 民进党籍的市长候选人谢豪杰 特别以车队扫街方式来拜票 希望可以获得更多选民支持肯定 他表示只要票员集中有信心可以胜选 民进党籍花蓮市长候选人二号谢豪杰 以年轻活力的形象拍摄宣传短片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陈述着花蓮市未来的剥话愿景 而随着投票日逐渐逼近 选战也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 25号一早市长候选人谢豪杰 就与车队扫街的方式拜票 希望能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肯定 那我相信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那我们有信心只要票员集中 那豪杰绝对能够胜选 那今天江彩上午跟下午是车队扫街 晚上的部分会跟现场候选人一起徒步走 火车站一起走回竞总 那走回竞总之后 豪杰将会回到我的病床国庆里内徒步扫街 那希望明天会是一个更美好的一天 面对花蓮市长选举撒卡都的艰困局面 谢豪杰表示只要票员集中就有信心能够胜选 肯托市民朋友能将宝贵的一票投给二号谢豪杰 不论结果如何都希望花蓮会更好 而竞选总部在今天晚上9点也会办理分享晚会 欢迎乡亲好朋友可以一同前往支持响应 记者许立琴花蓮市报导